好 下面我们来讲权利义务条款的审查 权利义务条款的审查呢 我们还是从四个方面来讲 一是权利义务的内涵 二是权利义务条款的特点 三是权利义务体系 第四呢 是权利义务条款的审查要点 以及示范条款 首先我们来讲权利义务条款的内涵 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 合同当中的这个权利义务 从这个概念上讲的 它指的是合同的主要内容 也是双方 这个合同的双方或者是各方 在合同当中所享有的权利义务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实际上合同当中所有的条款 都可以界定为是合同的权利义务 是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 所以从实践角度 这个分类的方法 这个界定的方法 实际上概念很大 对于我们审查合同呢 可能没有那么强的指导性 但之所以要讲是因为我们在审查合同过程当中 实际上不论是审查哪一个条款 它都可能是双方的权利义务 你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合同的质量条款 这个标的的质量 标的的质量条款 那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也是双方的权利义务 对于买方来讲 那么它是权利 因为它有权利要求 卖方按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 来提供相应的货物 而对于卖方来讲 又是它的义务 它得按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 来向买方提供相应的货物 这是权利义务 但是呢 我们则是在习惯上 或者在这种 从我们熟悉的这种逻辑表述当中 习惯于把它放到这个质量当中 所以这是我们要从理解的角度 第一个方面 理解它是合同的主要内容 第二个角度呢 想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权利义务条款 它实际上在合同当中 它不是具体的某一条 它是一个权利义务群 你比如说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质量 标的的质量 它不仅仅是一条 它可能是一个 是若干条来进行界定 这是一个方面 再有一个呢 就是甲方或者乙方 或者买方或者卖方 合同某一方的权利义务 往往不是说在一条当中 全部来写 我们实践当中 有些合同 虽然说 比如说第三条 第四条写上了 甲方的权利义务 乙方的权利义务 或者写这种双方的权利义务 但是 整个合同当中的权利义务 并不只是这一条 它是 一个权利义务的群 大家可能理解起来 其实 这个我讲的过程当中 也有点拗口 大家理解起来 可能也有点拗口 但是不要紧 我们呢 一点点往后讲 咱们穿插起来 能够 对这个权利义务条款 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就行 因为在时间当中 我们来审查呢 它不是说 某一条就是 专门的权利义务 这个权利义务 实际上 它在解决的是 合同的旅行问题 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合同的四句话当中 这个谁跟谁 干什么 怎么干 没干好怎么办当中 这四个问题当中的 怎么干的问题 那么包括了 旅行的时间 地点 方式 等等 实际上权利义务 主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那么权利义务条款 在合同当中 它的特点 我们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来 理解 第一是特定化 也就是 合同的权利义务条款 它是针对 特定的交易事项的 而不是泛泛的 来写权利义务条款 比如说 话说 一方 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 来履行义务 这样的条款 实际上是没有 必要的 这种放置 四海而接紧的这种表述 实际上没有 什么时间的价值 那么我们讲的 权利义务条款 一定是要针对 特定的交易事项 在特定的合同当中 它的权利义务 究竟是什么 所以它是特定化的 第二呢 就是分散化 所谓的分散化 也是刚才提到的 这个权利义务条款 它并不是 其中的某一条 它是可能是若干条 它是一个权利义务的群 并且呢 从我们的时间当中来讲 这个权利义务 往往会分散为 若干条当中来表述 比如说我们 这个最熟悉的买卖合同当中 标的 通常我们把标的作为一条 那么标的条款当中 同样是有 双方的权利义务的 质量当中也是 运输 交付 等等 这都是有相应的 这个权利义务内容在里边 所以我们讲 权利义务条款 它是分散的 而不是其中的某一条 就叫权利 或者某一条就叫义务 第三一个特点呢 是对应性 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了 往往 甲方的权利 对应的是乙方的义务 而乙方的权利 往往对应的是 甲方的 这个权利 那么乙方的权利 就对应了甲方的义务 它往往具有这种对应性 所以呢 我们在合同当中 不需要重复 没有必要说 甲方有权 要求乙方 在三天之内 把货物送到 然后再约定一条 说乙方应当于 三日之内 把货物送到 这是没有必要的 就在权利当中 这个约定了 那么在对应的 义务条款当中 就可以不用再重复约定 这是权利义务条款的 几个特点 着重的呢 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 合同的权利义务体系 为什么要梳理这个 就是我们在修改合同 过程当中 尤其是在这个 虽然我们这个课讲的是 合同审查 尤其是在合同起草的时候 这个权利义务的体系 梳理非常的重要 先讲我们在这个 合同审查过程当中 为什么要来梳理它 就是我们梳理完 这个权利义务体系以后 最大的一个作用 就是我们能够 看到合同当中 有没有缺项 有没有漏项的问题 或者说我们的委托人 他的权利的保护 是不是充分的问题 你比如说 我们把他 把他的这个权利义务体系 梳理出来以后 发现 这个甲方的目的 甲方的目的 可能还缺一个条件 缺一项权利 或者是没有对 乙方的义务 进行明确的约定 这样就可能影响到 合同目的的实现 这种情况 那么就应该 把这一条 相应的给补上 再有一个呢 也有利于我们 把合同的结构 让它更加的合理 更加的符合逻辑 那么怎么来梳理 这个权利义务条款呢 它的这个体系 怎么来梳理呢 我给大家推荐的一种方法 叫目的倒推法 这个方法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首先 要确定 当事人 他的合同的目的 在合同审查过程当中 那么首先要确定的 就是我们的委托人 他的合同目的 就是他签这份合同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 这是必须要首先明确的 然后从他的这个目的 来出发 那么实现这个目的 可能需要 一二三四个条件 那么成就这些条件 需要约定 双方的权利义务 也就是说 对方应该干什么 我们这一方 可以干什么 应该干什么 这样的话 这些权利义务 就罗列出来了 那么只要这些权利义务 条件一具备 一各自的旅行 那么条件就具备了 条件具备了 当然目的就实现了 那么在合同当中呢 我们的委托人 往往并不是只有一个目的 他有可能有多个目的 那么我们不妨就可以把它 目的都分别列出来 一二三四个目的 每一个目的 他都有需要实现 这个目的的条件 那么达到这个条件 就需要双方 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 那么这样给他 把他的权利义务 都领出来了以后 我们讲的 叫这个 道者分析 正者写 那么在合同当中 就把这些权利义务条款 都给他明确出来 那当然 你照着这些权利义务条款 都履行完毕以后 是不是合同目的 就可以实现了 这个方法就叫做 目的倒退法 那么我们在这个审查合同 包括在起草合同 甚至包括在合同案件 在民伤事案件当中 诉讼当中 其实都可以尝试这个方法 首先确定我们的 委托人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 看通过这个合同 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或者他完成这个交易的目的 我们确定下来以后 再分析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 然后再罗列双方的权利义务 那么道德推 正在写就是我们的合同条款 当然在这个分析 这个梳理权利义务条款 的体系过程当中 我们还需要适当地关注 对方的权利义务 对方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不能在合同当中 是完全的一变道 还得需要对对方的合同目的 给予适当的关注 否则的话这个合同 你写出来以后 会引起对方的一个反弹 或者是不接受 这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合同 促进交易的这个目的 实现是不利的 那么这个方法的实践当中 大家不论是什么合同 只要是有偿合同 都可以用这一套方法 来这个进行梳理 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我们还是拿最常见的买卖合同 来举例 比如说在这个买方 就我们代表买方 他买一台这个电脑 那么他的目的 首先是要符合他的 质量要符合他的要求 那么这个质量 可能就体现在了 这个电脑的品牌 型号 他的配置方面 那么也就第一个质量 第一个目的是质量 质量呢 又分为这个条件 条件呢 就是品牌 规格 配置 这几个条件 这几个条件 罗列出来以后 那么实际上也就 权力意义也就出来了 权力意义也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 对方应当向 这个卖方 应该向买方 假计我们的委托 是买方的话 那么对方应该向 我们这一方 按照既定的品牌 既定的规格型号 既定的配置 来提供这一台电脑 那么相应的 这个 对方的义务 也就是我方的权力 这样就清晰了 清晰了 在写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把它 这个 品牌型号 这个规格 配置 这个呢 会写到 标的条款当中 但是标的 标的就我们提到的 仍然是 权力意义来构成的 这个标的条款 是权力意义来构成的 那么 它的第二个目的 我们也是 分析一下 那么对于委托人来讲 除了要这个 符合质量以外 是不是还有 它的这个 时间 送货的时间 也就是说 它的目的是 两成 是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 按照 约定的这个 质量标准 把电脑送到 那么也就是 目的二是 它的这个 送货时间 送货时间 那么我们可能分析 它的条件 就是 在这个 某年某月某日之前 送到就可以 要送到就可以 那么 当然还可以 进一步的 要对它的这个 运输啊 这些 做出相应的 这个要求 这样才能保障 这个时间 目的的实现 同样 这些条款 这个条件 约出来了 条件出来以后 那么双方的 权力义务 你不管是从 这个 买方的权力 还是从卖方的 义务来约定 那么都可以 都可以 我们把它 约定清楚 约定清楚以后 那么这个目的 也就能够实现 这样一来 那么我们都给它 梳理清楚了 它的目的 它的条件 然后双方的 这个权力义务 在真的来写 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在 审查的过程当中 发现 比如说 没有这个 送货时间 这肯定就会 影响到 这个委托人 目的 第二个目的 的实现 那我就应该 给它 补上 比如说 没有约定 相应的 这个型号 没有约定 相应的 这个型号 没有约定 配置 我们也一样 给它 补充上 就可以 这就是个 目的倒推法 来梳理 合同的 权力义务 体系 那么在 起草 合同 再稍微给它 展开一点 在起草 合同 过程当中 这个方法 也同样 非常的适用 我们在 跟委托人 在沟通 交流过程当中 首先就要 确定 它的目的 它究竟 通过这个 合同 是想达到 什么样的 一个目的 把它的 目的 搞清楚以后 然后再把实现 这些目的的条件 给它分析出来 然后再把 双方的权力义务 梳理出来 然后再 这个进行 合同结构的设计 条款来拟定 这样出来的合同 它就会 非常的严谨 不会有 遗漏 这个方法 大家可以在 时间当中 这个 反复来试一试 你包括 或像其他的 这个 服务类的 合同 也是这样的 一个原理 大家 可以 这个 举一反三 然后来 画一画图 就像这个 扣件上的 这个结构一样 大家画一画图 每个合同 都可以试一试 给它分析出来以后 大家再来看 那么 整个合同 它既能有一个 完整的 权利义务体系 然后再可以看到 这些权利义务条款 都分别在哪 在哪 在哪些地方 这样有助于我们 从整体上 来审查合同 接下来 再给大家讲一下 权利义务条款的 审查要点和 这个表述问题 示范条款的问题 权利义务条款 因为刚才跟大家讲了 它是分散的 它不是其中的某一条 那么我们在审查 过程当中 往往是在审查 我们习惯上的 比如审查标的 审查这个质量 审查违约条款 审查什么条款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在审查 合同的权利义务条款 那么我们在审查的时候 着重要注意的几个点 一是它的合规性 也就是说 这些权利义务条款 必须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它的合规 第二呢 它的周延性要注意 也就是它应该尽可能的全面 尽可能的要系统 不能有漏相 第三一个呢 要公平 大致平衡 不能完全的失衡 如果完全的失衡 可能会导致这个合同的这个 一是它的效率 如果显示公平了 过于不平衡了 有可能这个合同会被撤销 或者是某一个条款被撤销 即使说 不影响合同的这个效率 它也有可能会导致 合同的旅行过程当中 因为一方 实在是这个 处于 处于这种不利的地位 它无法继续旅行 或者是被迫的来违约 这样都是有备于 我们审查合同的目的的 也就是要这个 相对的要公平 大家还记住 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合同审查的标准 也就是审查完的合同 你应该具有公平性 当然这个公平 是相对的公平 是建立在这个 市场交易地位 和谈判地位基础上的 一个相对的公平 第四个要注意的 是权利义务的 这个可操作性 也就是权利义务 应当是明确的 是可操作的 而不能是模糊的 或者逻辑上存在矛盾的 这些标准在前面 其实我们讲 合同审查的标准的时候 已经提到了 大家可以结合起来 来理解来看 最后一个 第五个就是权利义务条款 要审查它的 倾向性 也就是要适度的倾向于 我们自己这一方的 委托人 我们还是重复之前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 作为这个律师 作为这个法务也好 我们是有天然的倾向性的 我们不是来集中 来搞平衡 来搞平均 就我们要有倾向性 倾向于我们的委托人 但这个倾向 同样是需要有一个度 不能过 过于倾向 那会导致公平性出现问题 这是审查的几个要点 我们就不再展开了 跟审查其他的 整个的合同 我们强调的 它的几个标准 是一样的 大家能结合起来理解 在表述上 合同当中的权利义务条款 它都有一些特征 如果要表达权利的话 通常要表述为 甲方有权如何如何 或者可以什么什么什么 如果表达义务的话 可以表述为 乙方应当如何如何 或者应当做什么 需要做什么 还有一个是必须做什么 还有 说用不得 不得出现什么什么行为 这种主要是指 它的这种消极 义务 就是不作为义务 就不得 做出什么什么样的行为 前面的都是 这种积极的 作为应当做出 什么样的行为 或者应当 履行什么义务 这个合同当中权利义务的条款 表述上 主要就是这么几种 主要就是这么几种 大家可以随便打一份合同来看一下 是不是它的权利义务 都可以用这样的表述 而且呢 我们也建议 就是要用这种 非常明确的 规范的这种表述 我们国家台湾地区的客户 我曾经服务过 他们的这个表述 有时候 就 这个 不是这样的 比如他们的表述叫 甲方 有权 比如说我们说 甲方有权 采取什么什么措施 他们的表述会采用什么 甲方得 就是得到的得 说得如何如何 在这个 我们的工作当中呢 不建议大家用这样的表述 就是 这个非常简洁明了的 有权 采取什么什么说的 有权做出什么什么行为 或者 应当如何如何 这个表述上一定要规范 权力义务调反呢 审查呀非常的 这个讲起来也比较抽象 可能大家听着也比较费劲 我们呢还是 把这个概念提出来了以后 大家的具体审查过程当中 再结合起来理解 结合起来理解 下面一个呢 我们来讲 违约条款的审查 违约条款呢 是我们在审查 合同过程当中 最喜欢审 也是最应该审 也是经常审的 一类条款 因为我们经常认为 违约条款 是跟我们这个 法律人最为相关 我们最为关注的 就是违约者的 条款 我们总在想 如果合同出现了问题 怎么办 当然这是应该的 从前面提到的 合同的四句话 最后一句话就是 没干好怎么办 所谓的没干好怎么办 那就是 违约责任 违约条款 一定要设定好 一定要设定好 我们在审查 违约责任条款之前 我们要有必要的了解 一是违约责任条款的功能 再有一个 就是违约责任的 法律依据 也就是基于什么样的 法律依据 我们来设定 违约条款 第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违约责任的形态 以及它的适用条件 就违约责任 有很多种形态 在我们民法典上 那么每一种 违约责任形态 它应该怎么来用 怎么来写 这也是我们时间当中 最为复杂 也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第四个部分 我们还是老样子 就是把违约责任条款 的示范条款 跟大家举一些例子 来理解 那么首先我们来讲 违约责任条款的功能 违约责任条款的第一个功能 就是纠偏功能 所谓的纠偏 也就是我们合同的 它是面向未来制定规则 制定完了以后 在旅行过程当中 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偏差 不管是由于主观的 还是客观的原因 那么都有可能 不按照 或者不能够按照 既定的这个安排和设计 来旅行 会出现偏差 那出现偏差的情况下 那么违约条款 就发挥作用了 发挥作用 它之所以能发挥 这个纠偏的作用 也就是别跑偏了 双方 还得回到既定的轨道上来 它为什么能发挥这个作用呢 是因为违约条款 它有这个规定的是违约责任 而这种违约责任 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话 它是具有这种 要惩罚性的 或者说它是具有这种 震慑力量的 如果一方没有履行合同 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 那么它需要承担责任的 而这种责任 它是一种法律责任 那么这个违约一方 它基于对这种法律责任的 这种这个 叫畏惧 它就会 这个回到 这个既定的轨道上来 就别违约了 别跑偏 比如说违约人 它有这种震慑力量 如果它已经出现 或者说想违 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它会基于对这违约责任的 这种不利后果的畏惧 一种是放弃 别违约 就放弃违约 再有一种 即时纠正它的违约行为 回到既定的这个轨道上来 这样能够保障合同的 正常旅行 也就是第一个功能 叫旧偏 第二个功能呢 叫救济 也就是违约行为 一旦发生 它必然会给合同的旅行 造成障碍 也会给守约方 造成损害 那么受到损害 就应当享有相应的救济权利 那么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救济途径 也就是它通过要求违约方 来承担违约责任 来达到什么目的呢 一个是减少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害 或者是因为违约 而受到损失的地方 受损的利益 得到适当的赔偿 再有 违约责任 它还带有一定的惩罚性 也就是一方违约了 守约一方会通过 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来惩罚它的 这种违约行为 这样的话呢 也实际上是对守约方的 一种权利的救济 对我们在审查 违约条款之前 首先就要明白 违约责任条款 它有纠偏和救济的两项功能 这样我们在审查 违约条款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对应什么样的违约行为 我们要更多地体现的 究竟是它的纠偏功能 还是更多地体现它的救济功能 那么违约责任的法律依据 需要跟大家梳理一下 梳理一下 这些法律的规定 这些法律的规定 集中体现在 民法典的第三边 第八章 第五百七十七条 到五百九十三条 集中体现在这一部分 其中呢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百八十六条 这是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 一方的违约行为 损害对方人身权益 财产权益的 受损害方有权请求去 承担违约责任 或者侵权责任 也就是在 合约违约当中 有可能 产生的两种责任 一是违约责任 二是侵权责任 那么这也是我们 在合约当中 约定违约责任的 第一个依据 再看五百七十七条 是对违约责任的 几种 具体的形态 一方不履行合约义务 或者履行合约不符合 约定应当承担 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赔偿损失 等违约责任 这是五百七十七条的规定 五百八十二条 是一个授权性的规定 也就是履行不符合约定的 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 承担违约责任 这一条就直接赋予了 当事人在合约当中 约定相应违约责任的权利 那么只要当事人约定了 只要约定的这个条款 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是有效的 那么这样的约定 就具有法律的效率 那么再看第五百八十二条 如果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的 按照五百一十条 仍然不能确定的 可以根据标的的性质 以及损失的大小 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 修理 重做 更换 退货 减少 加算 或者报酬 等违约责任 这是合同 这个合同编理员的规定 那我们再看五百八十五条 五百八十五条 是关于违约金 违约金的这个约定 所以一方 当事人会约定 一方违约是应当 这个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 也会约定因为产生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这关于违约金的约定 还有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来规定 五百八十六条是关于定金责任的一个规定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正是由于民发典上 存在着这样的一些这个规定 才给予了合同当事人 在合同当中来约定具体的 违约条款的这样的一个制止权利 那我们在审查合同过程当中 就要充分地行使好这样的权利 保护我们当事人的扩大权益 那么从这样这些规定当中 从这些规定当中 我们总结出来 违约责任主要有如下几种形态 也就是你可以适用什么样的 约定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违约责任 这样的话呢 我们了解了它的责任形态 我们才知道 什么情况下可以适用 这样的违约条款 约定这样的违约责任 第一种违约责任形态 我给它称之为叫继续旅行 继续旅行 对吧 刚才这个法条里面也有 对吧 一方这个旅行不旅行合同 或者说这个旅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 另一方可以要求这个他继续旅行 就具体的是指的是577条 对吧 应当承担 继续旅行 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那么第一种违约责任形态就是 继续旅行 继续旅行 这个主要针对的是金钱债务 也就是欠钱不给 不给钱不付款 那储业方当然可以要求 你继续付款 继续给钱 这个好理解 那么非金钱债务 非金钱债务呢 原则上也是可以继续旅行的 但是呢 有几种除外行刑 几种除外行刑 叫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旅行的 还有债务标的不适于强制旅行 或者旅行费用过高的 所以债权能在合理期限内 未要求旅行的 这几种呢 是不能要求再继续旅行了 不能要求继续旅行了 你比如说不适合于强制旅行的 这个叫 游戏跟人的行为有关的 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讲课吧 对吧 讲课呢 这个治和聘请我来讲课 我们签一个合同 然后说我就 就不想就不想讲课了 那我应该按照约定 我来讲这门这个 合同审查的课程 但是我不管是基于 什么原因吧 我就不讲了 讲不了了 讲不了了 那好 这个 能不能要求我 强制的要求我继续讲 显然 不适于强制 因为我不开口 或者我不讲 或者我不好好讲 谁也强制不了 那么这种就属于 不适于强制旅行的 那么除了这几种 就是说不能旅行 不适于强制旅行 或者旅行分过高的情况 原则上 那么都可以约定一条 就是说可以要求继续旅行 可以继续旅行 因为我们时间当中 这个采用那些表述 说可以以防旅行不符合 地底下调规定的 甲方有权 要求以防 继续旅行 继续旅行 或者说限期整改 或者是限期改正 等等 这都属于继续旅行的 这个范畴 那么需要跟大家 再展开一点的 就是说 在继续旅行之后 如果还有其他损失的 应当赔偿损失 这是583条的规定 那么也就是说 一方违约的情况下 另一方可以要求 违约方继续旅行 说你不能违约 你不能不履行 你还得继续旅行 但是呢 这个违约一方 不履行这个事实 已经存在 已经是客观的了 他虽然继续旅行了 但是如果说 在他继续旅行之前 已经造成了 首约方损失的 应当赔偿损失 这是关于继续旅行 这一种违约责任形态 第二种形态呢 是采取补救措施 所谓采取补救措施 比如说你的旅行 旅行合同不符合约定 不符合约定了 那怎么办呢 法律上规定了一些情形 一些情形 主要包括 针对的是什么呢 是针对这种质量 不符合约定 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 那可以包括了修理 重做 更换 退货 减少价款或者报酬 适用这个 这一条的这个前提 或者要点 跟大家要注意一下 一是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 且不能补充约定的 第二呢 要以标的物的性质和损失 大小为依据 来采取相应的补救方式 第三呢 首约方有一个选择权 但是呢 这种选择应当是合理的 第四 如果有损失 还能赔偿 这是法律上的适用要点 我们在审查修改合同的时候 审查修改合同的时候 那么我们要充分地理解 如果说 合同的质量 不符合约定了 不符合约定 我们在合同条款当中 应当怎么办呢 应当给它明确 我们要充分地利用 这个582条规定的几种行形 实际上它是给予我们一种指导 我们要考虑在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况下 在合同当中 就不要出现这种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的行形 我们直接给它约定好 那么究竟是 这个 修啊 是重新提供啊 还是换啊 还是退啊 还是这个减少价款啊 都给它 约定清楚了 对于货物类的这种 标的 货物类的 它的质量不符约定 大家应该很好理解 尤其是在对于服务类的 服务类的合同当中 它的这个标的 或者它这个质量啊 这个质量通常 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好理解 叫服务质量 就是你服务 不符合要求 不符合约定的质量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那好 我们就得 参考这一些582条的几种行形 可以约定 是不是会要求你 先期改正 或者是这个 换人 对吧 更换服务人员 或者是 我要求你这个 降级服务费用 我直接扣除一定的报酬 真的 那么这样的话 就起到了 这个制约 向对方 也就是他提供服务 你服务不合格 服务质量不到位 来 让他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这个582条呢 它是 对于这个约定不明 或者没有约定的情形 来适用的 我们反过来就是 要在 起草 或者审查 合同过程中 要参照这一条 把 把这些 这个 修理啊 重做更换 退货 减少 加上化 的报酬 把这样几种情形 我们合理的 适当的 来应用到 相应的活动中 针对货物质量 有相应的约定 针对服务质量 有相应的约定 那么包括 甚至对一些权利 你比如说股权 对吧 如果股权的 这个不符合约定 你比如说股权存在查封 股权存在查封怎么办 不符合约定了吧 不符合约定 那怎么来约定 相应的违约责任呢 你可以要求 他限期 解除这个查封 对吧 限期解除 这算不算一种 这个 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 如果他造成损失了 该 这个 赔偿的还得赔偿 这是关于 采取补救措施的问题 第三一种 违约责任形态 是我们 常见的叫 赔偿损失 赔偿损失这一种 违约责任形态 最为常用 但是呢 用起来 实际上想用好 并不容易 想用好并不容易 咱们先看一下 民法典584条规定 说和当事人一方 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不符合约定 也对方造成损失的 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 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包括 合同履行后 可以获得的利益 然后又 但是 不得超过违约一方 定立合同之一 预见或者 应当预见到 因违反合同 可能造成的损失 这个规定是这样 大家发现没有 是比较 拗口的 而且呢 并不太清晰 并不太清晰 我们在时间当中 经常出现争议的就是 出现违约以后 违约以后 这个 损失 究竟有多大的损失 有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是不是可以 超出的预见的范围 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 产生纠纷 有最大的困难在于 损失的数额 你怎么来证明 如果你证明不了 赔偿 这个损失的数额 那赔偿损失 这个赔偿额 就很难确定 就很难确定 所以我们在合同当中 经常我们看到有一些合同 说一方违约了应当赔偿 对方的一切损失 或者所有损失 看上去这个合同条款 是没有问题的 但实际上操作起来 会非常的麻烦 因为难就难的 损失的数额究竟有多大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在约定 这样的违约责任条款的时候 一个是 可以这个 约定 它的这个数额 约定数额 再有一种 就是约定它的计算方法 比如说 在租赁合同当中 约定一个 说 要赔偿相当于 三个月 或者六个月的这种 租金 那这就是一个 约定的一个计算方法 或者说标的额的 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这样的 是可以的 或者直接约定一个 多少钱 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的 但是 我们还得考虑 还得考虑 就是说 即使你约定了这个数额 在 实践当中 有产生纠缝的情况下 认识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 对于原告一方 可能直接根据这个合同 约定 说你要赔偿我 比如说 一百万 对方 他就会抗辩 说你没有这么大的损失 你没有一百万的损失 他要求降低 所以 这个 如果从合同乞讨的角度 可能比较 好的 多想一点 多想一点是什么呢 可以明确一下 比如说 这个赔偿数额 或者 或者这个计算方法 是双方都认为的 比较公平的 一种损失的计算方法 因为 在违约的情况 可能 另一方的损失 并不能非常简单 清晰的就计算出来 那么双方任何通过这个方法 来 界定 可能加上这么一个表 表述会 好一点 会好一点 再有一个要点 你要注意就是说 叫可预见规则 就是刚才584条 但是 但书这一边 这个 这一部分的表述 就不得超出 违约一方 定立合同当时 就是定立合同的时候 预见到的 或者应当预见到的 因违反合同 可能造成的损失 这个可预见规则 也很重要 我们曾经有一个案子 有一个曾经的案子 它是在06年 2006年 这个双方约定买卖一套房子 这个卖方呢 卖方呢 收了定金了 收了定金 但是收完以后 他的这个房子 被他给配偶 又卖给第三方了 也就是一方二脉的问题 这很显然是违约了 对吧 很显然违约 大家应该很好理解 但是这个案子 有意思在哪呢 这个买方呢 也一直没 没有去追这个事 就是说 也没有去要求 这个过呼啊 或者是 积极地去 去解决这个事 他一直 这个 就通过熟人 在协调 包括在沟通 包括在找第三方 要这个房子 那就是没有起诉 什么时候起诉呢 2012年 因为这个房子 就卖给第三方以后 第三方又转手 然后就已经拆迁了 拆迁的时候 补偿 就是按照 拆迁当时的一个补偿 2012年比 2006年的时候 这个房价 已经涨了好几倍了 涨了好几倍 然后呢 他就起诉 然后就赔偿损失 他按照什么来 起诉呢 按照2012年 这个拆迁补偿款的数额来 这个主张损失的 那后来我们抗辩 抗辩用的 就是这个叫可预见规则 也就是在2006年 签订合同的时候 他无法预见 也不应当预见 在2012年的时候 这个房子会拆迁 然后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这个很显然是不合理的 那否则的话 那等到这个 50年以后 对吧 100年以后 那可能这个利益更大 对房价增值得更多 这个 很显然是不合理的 那么当时最后法院 也是认可了这个观点 就没有支持他 按照拆迁之时的这个 补偿金额来 赔偿损失 这就是典型的可预见规则 所以我们在合同当中 反过来 如果审查提早合同的时候 如果约定了一个比较高的赔偿 或者说一种计算方法的话 我们最好就是说 带上一句 如果因为一方违约 可能会给对方造成的这种损失 是极大的 所以我们才约定这么一个 一个计算的方法 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 来防止 发生争计以后 在这个损失额上出现问题 第三个要注意的要点 就是减损 也就是一方违约的情况下 守约方 基于诚信义务 应该 采取相应的措施 避免损失的扩大 否则的话 那么因为你造成了扩大的损失 这个不应该由相对方的赔偿 所以我们在合同当中 约定的话 也就是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 另外一方也应当 有权利 也有义务 采取相应的一些这个措施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 叫损益相抵 损益相抵的规则 还有一个叫过失相抵的规则 在合同当中 但这几个规则呢 主要是在合同纠纷里边 用的会比较多 但是我们从诉讼角度 来设计非诉讼文件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也是非常应该的一个 采取的一种方式 如果我们要熟悉在实践当中 在诉讼当中 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这样我们才能在设计 在修改合同文件的时候 合同条款的时候 给它提前避免掉 提前避免掉 接下来一个 第四种违约责任形态 叫违约金 违约金是合同当中 违约责任条款里边 我认为是出现的最多的 也应用的最广的 一个违约责任形态了 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就是585条的第一款 就是可以根据违约情况 向对方制定一定数额的违约金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违约金 我们国家法律上的违约金 是以补偿性为主 以惩罚性为辅的 也就是违约金 所谓它的补偿性为主 也就是它违约金 仍然是 以这个弥补 守约方受到的损失 为主要目的 以惩罚违约方的违约行为 为次要目的 这也就是什么呢 这个会出现一个 就不能过高 也不能过低 如果过高了 违约方可以要求调整 调低一点 如果过低了 守约方会要求适当的调高 它仍然还是围绕着 这个守约方受到的损失 来确定违约金的大小 在实践当中呢 司法实践当中 那么一般高于或者低于损失的 30%了 这种可能就会被认定为过高 或者过低了 但是呢 这个规定不妨碍 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 来约定明确的违约金 这种约定是最好操作 也是在发生纠纷的情况下 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因为不需要过多的来举证 你守约方只是按照合同的约定 按照合同的约定 来提出这么一个违约金 如果说被告 比如违约一方 他要认为损失过高或者过低的 那么他首先应当来举证 举证 就是守约方受到的损失 跟这个违约金相比是过高了 还是过低了 当然说违约方一般都是主张 你的这个违约金过高 那么他就应该举证来证明 损失 损失要远远低于违约金 这个呢 当然实际上是比较难的 我们从实践经验来看 实践经验来看呢 这个调整了 调整法院和仲裁 就是调整违约金的情形 不再多数 不再多数 所以约定违约金还是比较直观 也比较简单一行的一种方式 但是我们也同样要注意 就是说 违约金呢 要结合合同的履行程度 当事人的过错 预期利益地位的强弱 是否是格式条款 等多种因素 我们来考虑 来权衡 来评价这个违约金条款 如果说这个 不区分 不区分这个实际情况 一概的 说多少多少违约金 可能也会有问题 也会有问题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是我代理的一个案子 我们当时呢 是卖方 我们代表的 我自己一方是卖方 给买方呢 卖给他们一船 这个铁矿 三十四万 一千两百多吨 我们这串货呢 是从上一家 买的 买的 已经在港口了 在港口呢 这个提单 也已经交付了 但是我们的上家 因为跟 他的上家 因为他这个是 从海外来的 有了很多的 这个 交易的过程 最终 这个提单 是在我们所 都已经交付了 货已经在港口放着了 就在我们要提货的时候 我们的上家 因为跟他的上家之间 产生纠纷了 人家把这一串货 就给查封了 查封了 意味着我们的提单 就提不了货 提不了货呢 就无法向 我们的买方 交货 然后呢 经过这个 交涉 经过交涉 因为他们 起数的标记啊 只是一部分 所以呢 就把其中的 两万五千多吨 就解封了 解封以后 我们就交货了 也就还扣了 一万六千多吨 扣了一万六千多吨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买方 他就非要起数 非要起数 起数 而且他按什么起数呢 他合同当中啊 有一条约定 就是说一方 他那就是规定的 这个违约者的条款 太简单了 所以一方违约的 因而按照合同额的 总货款的 百分之二十 对付对方违约金 这一传货的货值 是三千三百多万 也就是他 要求承担的违约金 是多少 是六百多万 六百多万的违约金 这个当然我们肯定是不认合的 然后呢 就起数 起数到了法院以后 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抗辩 就是说你的这个 约定的这个违约金呢 太高了 你跟这个叫合同的旅行程度 不相当 不公平 我们 首先 我们这一方没有过错 再有一个 我们已经旅行了 百分之六十七了 现在旅行了 百分之三分之二了 你还按照 完全没有交货的这种来旅行 这个没旅行的情况来 要求违约金 我们认为这个不公平 不合理 然后呢 对方这个律师就说 说那个 你少一吨 你也得支付这么多违约金 我说那你这说的肯定 我认为这个 你没有法律依据 所以我们就主张你这个 过高 跟这个旅行程度不相当 最后法院 还是采纳了我们的观点 就是说 得区分这个旅行程度 这个过错 因为我们在 约定这种违约金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 就是说 针对不同的违约情形 针对不同的违约情形来约定 相应的违约金 这个是要注意的 那么第五一种形态 第五一种形态是 定金责任 定金责任 我也给它归到了 这个违约责任里边 这个定金呢 是产 它的规定是在586条 民法典的 说 当事人会约定 一方向对方 给付定金 作为债权的担保 这他所谓是一种担保 这个 但实际上 我真是会把它归到 这个违约里边 也就是说 你作为债权的担保 如果你不履行 或者不按照约定的 这个条款来履行 你是要承担责任的 这种责任是不是也可以 是一种违约的责任 违反了约定 对吧 没有按照既定的这个 约定的这个内容来履行义务 你就要承担责任 体现为了定金 所以我们仍然把它放到这个违约者的形态里面来讨论 那么如果合同当中有定金条款的话 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是定金一定要实际支付 也就是实际交付 如果没有实际交付的话 这个定金合同是不成立的 这是要注意的 所以在这个合同当中 如果说约定了定金条款 那么就一定要进一步的约定 什么时间支付这笔定金 这是要注意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数额上 在数额上 不能超过组合同标的 而是20% 这是法律的规定 超过部分是不能作为定金来对待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实践当中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常识问题 但是往往有些当事人呢 他可能并非是法律专业人士 所以他就规定了比如50% 国中标的50%作为定金 那很显然这个是不合法的 我们在改的时候呢 你也把这个给他改过来 第三个注意问题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表述上 一定要明确是定金责任 定金责任的含义是什么呢 也就是交付定金一方如果不履行合同 那么定金是不退还的 而如果收定金一方不履行合同 它应该是双倍返还 这才能是法律上的定金 法律上的定金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案例 究竟对于这个条款是不是定金条款 应不应当适用定金责任 法院的观点呢 我们看到的主流观点还是 一定要看你 这个合同条款约定的内容 是不是明确了定金责任 也就是有一个交付一方 不履行合同 这个不退还定金 收定金一方不履行 双倍返还 有没有这样的明确的意思表示 如果没有 这个条款可能就不会被认定为是定金条款 如果有这样的明确的这个表述 即使它不叫定金 它的名字不叫定金 也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定金条款 所以呢 我们在合同审查提扫过程中 如果当事人要约定定金 我们就要坚持 不仅要把这个条款的名称 说为是定金 当然还得定 注意是宝盖头的这个定 而不是沿着旁的一个定 这也是一个 长次的问题 但是也是很容易犯错的一个问题 要细心 是宝盖头的定 不仅一定要把名称 说为是定金 并且要进一步的写上 约定清楚 如果支付定金一方 步履型合同的 定金不予退还 如果收定金一方 步履型合同的应该是双倍返还 只有这样才能够 真正是达到这个定金的法律效果 再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就是 定金与违约金 只能是选择适用 只能是选择适用 在时间当中啊 你不能既要定金又要违约金 这个是不行的 就是关于定金责任的形态 最后一种违约责任的形态 这个形态呢 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个人观点 在学术上 可能不那么严谨 我也没有去深入的去论证过 所以学术上是不是严谨 还请大家多多地批评指正 我之所以把这种形态 放到违约责任里面来 放到违约责任里面来 就是说我是从 违约责任的两个功能 两个功能的角度 也就是违约责任我们讲了 它有周篇的功能 有救济的功能 有救济的一种功能 那怎么办呢 这个守约方的制约权是指什么 也就是说如果在 你违约方出现违约行为的情况下 我可以采取相应的一种 制约或者对抗 或者说抗辩 这种抗辩 不一定是前面说的 五种什么继续履行 也不是采取 也不是说 这个赔偿损失 也不是支付违金 也不是支付订金 而是 守约方我有一种抗辩 就是我有一种抗辩 这样的这一些这个 权力 权力也可以理解为是 对违约一方的一种制裁 或者对他的一种惩罚 同样具有纠偏和救济的功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给他把它归为叫守约方的制约权 作为一种违约责任形态之一 而这种形态在修改审查合同过程中 经常能够用到 经常能够用到 更多的应用的场景叫什么呢 叫不当旅行 也就是在违约一方 旅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时候 那么守约方赋予他一定的权利 这样换个角度是 可以理解为是 这个违约方 他的一个违约责任 这个依据在哪呢 依据是582条 也就是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 承担违约责任 也就是违约责任 完全是当事人可以自创的 对吧 可以自行约定的 而这种不当旅行 不当旅行 所带来的赋予的守约方的 一种抗辩的权利 制约的权利 我是参照了蒙古 崔坚远教授 他在他的这个书里边 叫活动上总论里边 提到这么一个概念 叫不当旅行抗辩权 我觉得这个观点 对我的启发还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 在实践当中 如果说 你一方 我约方 旅行何人不符合约定了 那么守约方 他应当享有的 这种抗辩的权利 抗辩的权利 这个我觉得也是 非常公平 也非常实用的 大家要有感兴趣的 可以去看一看 崔玥健 这种抗辩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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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从合同的角度来理解 我们审查合同的角度来理解 也可以理解是什么 是当事人的一种自救行为 比如说 比如说 在服务合同当中 服务合同当中 如果你不符合约定了 你人不符合我的要求 不符合约定的标准 我要求你换人 这算不算一种制约权 我要求你 按照规定 或者说 你不换人 或者你不服务 我就不给你钱 这算不算一种制约 还有比如说 满足一方特定要先开发票 如果说你不开发票 你不开发票 我就有权 设言付款 像这样的一种制约权 实际上 也是 对于合同一方 一个义务的约定 如果你不履行这项义务 你要承担 我们最好的意思 叫承担违约责任 那这违约责任 体现在什么地方 体现在首约一方 有这种制约权 你不先开发票 不履行先开发票的义务 你要承担责任 责任是什么呢 责任就是说 我可以 暂缓付款 这是一种 你说制约权也好 也说是抗辩权也好 但是它起到的作用 就是说 起到的作用 就会让 这个相对方 你 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 先把发票开了 然后我才会给你付款 这样的一种制约权 我认为也可以归为 到违约责任形态当中来 但这个观点呢 我也是 这个 怎么说 很虚心的 坎特的提出来 也虚心的向大家 请教 不一定对 也没有多么 完整的理论依据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有更好的建议 请大家提出来 那么接下来 我们接着讲 违约责任形态的 适用的问题 所谓的适用 就是说 前面我们提到的 六种违约责任形态 在合同审查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来使用 什么情况下 约定什么样的违约责任 要注意什么问题 条款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 一是对应性 对应性 指的是什么呢 一是 违约责任 要与合同的义务 相对应 我们经常在 合同当中 审查合同过程当中 碰到的问题是 合同的义务 违约的挺多 但没有相应的责任 没有相应的责任 没有相应的违约责任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不能说这个合同是错的 但是起码不太好 不太严谨 因为没有违约责任 合同义务 它的约束力 就会小得多 小得多 因为在承担该条义务的当事一方 他看如果没有履行合同义务 合同里没有规定责任 没有规定责任是什么呀 那他很有可能 就会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是不完全履行 当然说按照民发典的规定 即使没有约定民族的违约责任 也可以追究他的违约责任 但是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况下 这个就产生争议的可能性就很大 公说公说的 婆说婆有的 你说应该适用这个 我说应该适用那个 这样的话就不利于合同争议的解决 而且呢 没有责任 他的没有约定违约责任 他的这种威慑力 就会降低 威慑力降低了 那么像合同义务一方 就可能挺而走险 对吧 或者说他就这个 慰藉心里不够 那出现违约 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的 因为我们审查合同 吸召合同 签定合同 并不是为了去打官司而用的 不是为了说 这个产生争议才 才写合同 我们把合同 把违约责任写好 实际上是为了 不产生纠纷 是为了合同的顺利旅行 只是有这个责任条款 人责任条款才这样呢 起到一种 纠偏的功能 双方都别违约 按照合同的约定 诚实信用的旅行下去 实现合同的目的 这是我们违约责任的 这个设定违约责任条款的 一个重要的目 而不是为了去 打官司 所以呢 我们讲 有义务 原则上 有义务 就应当有违约责任 那么尤其是 对于核心义务 对方的核心义务 往往意味着 自己这一方的 几方的 核心权利 那么对于核心义务 一定要 约定违约责任 否则的话 就可能会影响到 自己这一方 核心权利的实现 影响到合同目的的实现 所以对于核心义务 必须有 违约责任 这是一个原则 对于非核心义务 那么 当然就得实际 情况实际分析 原则还是应该有 原则应该是有 相应的违约责任 那比如说有一些 这个 非核心的 你就可以 违约责任 相对来说 轻一点 或者是 如果实在是 特别 不影响 合同旅行的一些 不约定的 也不是说不可行 但我们的原则还是 有义务 就应当有 责任 这是 第一点 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是在审查 那合同过程当中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把这个 合同的权利 义务 体系梳理完了以后 就看 有 相应的义务 有没有 约定相应的 不约定责任 如果没有 那现在就属于 这个 漏相 那么 对应 应该给它 补上 就是这么一个 逻辑 对应性的 第二个方面 要 注意的是 叫 责任 形态 我们刚才提到 六种 违约 责任 形态 要与 相应的 违约 行为 要 相 对应 违约 行为 要 相 对应 这个 你比如说是 约定 违约金 还是约定 赔偿损失 还是继续 履行 还是说 定金 每一种 责任 形态 要跟他 考虑他 违约 你是吃烟付款 这个违约行为 还是说 吃烟交货的 违约行为 还是说 只将不服 和约定的 违约行为 还是这个 包装不符合 还是说 这个提供的人员 知识不符合 那么 每一种 不同的 违约行为 应该适用 不同的 违约形态 责任形态 这是 对应的问题 第三个 要 对应的问题 是指 责任的大小 与违约程度 要相对应 责任大小 与违约程度 相对应 你比如说 这个 一方 这个卖方 没有 提供 叫 这个 什么 付水的一些单据 正是 付水 衣物 没有提供 单据 能不能 约定 解除合同 或者约定一个 非常重的 一个违约者的 非常重的一个 违约金 恐怕 这个问题 当然说 纯从 就是说 合同 一时之之的角度 似乎是可以 但是我们讲的是 在 实践当中 实践当中 这样的 请求 可能 就不会得到 这个 司法机构的 支持 因为它 虽然违约 但是可能还没有 并不影响 你的 合同目的的 实现 我们讲的是 一般情况 并不必然影响 你合同目的的 实现 也不必然会 产生损失 因为像这种 可能也就 更多的 适用 继续履行 这种违约 责任 形态 或者 约定 适当的一点 违约金 就可以了 如果说 直接一个 非常重的 违约金 可能 比如说 按照 标记的 百分之八十 或者百分之五十 来承担 给付违约金 这个条款 可能就会 出问题 就会 出问题 然后 第二个 注意的问题 就是要可操作 要可操作性 所谓操作的问题 我们要着重注意 在实验当中 笼统的约金 一定要避免 所以我们 其实很多 合同当中写 说一方 不履行合同的 应当 依法承担 违约者的 这样的条款 实际上就没有 什么操作性 因为你不写 也是 法律 也是这么规定的 那你写这张条款 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为了 做一个 违约条款的 摆设 这样 这种事要避免的 所以一定要避免 笼统的约定 违约责任 一定要有 针对性 才有可操作性 第二个呢 对我们 保证这个 违约条款的 这个操作性 还要注意 这个 基础 也就是你 计算违约金 尤其是违约金 或者计算 这种 约定损失的 这个 赔偿数 损失赔偿的 这个 计算方法 的问题 你的基础 要明确 比如说 如果说 总额不固定 总额不固定 你就不能说 以合同总额 来作为 计算依据 我们 有时间 可能有这样的 一些合同 比如说 这个叫 叫这个什么呢 叫 招标代理 招标代理合同呢 它可能签的是 针对 若干个项目 要 委托这个代理 招标代理机构 来进行 招标 然后每个 每个招标的 这个项目呢 它在有 根据 它的 投资数额 这个 项目的 数额 然后来 寄取 相应的 服务费 这个招标代理 服务费 然后这样的 合同 如果约定说 要按照 招标服务费 总额来 这多少多少 来支付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就没法操作 因为你的 招标 招标这个 代理费用的 总额 在这个合同 实际上是 没法确定的 它要需要 结合具体的 招标项目 才能出来 该项目的 这个 招标费用 招标代理费用 这显然是 不行的 那么再有 再有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还碰到的 你比如说 在 技术服务合同 过程当中 技术服务合同 当中 技术服务合同 第二条 它是规定了 分为 调集款 规定了 服务的期限 进度 质量 分数 等等 就是这个 服务的 这个 报告的 质量 服务质量 然后 提交 提交报告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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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间 然后在 违约之间当中 约定一条说 如果违反 本合同 第二条规定 应当 按照 多少 多少钱 合同额 每天 这个 每天 按照合同额 多少 多少来承担 违约金 这个条款 就有问题 这个条款 就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这个 第二条 不仅仅 约定的是 一个 时间 假如说 时间 没问题 而是 它的这个 报告的 质量 不符合 约定 质量 不符合 约定 那怎么 能按天 来计算 违约金呢 是不是这就有问题了 大家想一想 那包括我们还碰到的 像在这个 审计 审计 合同当中 审计 有些他们就特别不在 太注意这个问题 这个 说如果没有按时 出去 审计 报告 或者 出去 审计 报告 不符合 这个 约定的 每预期 一天 要承担多少 约定 这很显然 是有问题 也就针对 质量 不符合 约定 就不能按照 天 来做 计算 否则的话 这个 违约 条款 就没有 操作性了 那么第三个要注意的 就是说 合法性的问题 这个 合法性的问题呢 主要指的是 这个 违约金呢 这个违约责任 尤其是违约金 不能过高 或者过低的问题 前面就已经提到了 这儿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 就是 进一步 要注意的 也就是我们在 实践当中 我们要 服务 针对我们服务的客户 要充分地尊重客户所在地的司法机关的裁判规则 因为这个 违约金 你比如说 我们服务的一些这个客户 我们的客户 他是搞这个 掌管 就掌管的租赁的 这个掌管租赁合同里边呢 对于 这个 半展一方 他要这个减少 掌管的面积 或者是吃烟付款的 或者是有些违约行为呀 他们也得需要约定相应的这个 违约责任 这是肯定要约定的 那么对于 比如说 对于 开展前 一个月 假定啊 就是一个月 你突然要求说 我要 不办的 或者说 这个 不用这个场地 或者我要少用 给我减少一半的面积 这肯定是一个挺严重的违约责任 对于掌管方来讲 这个损 这个损失也会挺大的 或者是说 这个 嗯 晚交钱 一直不交钱 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违约责任 怎么来约定 怎么来约定 我们就要充分考虑 比如说我们上海的掌管 我们就要充分考虑 在上海当地的 这个 司法机关 他们对于 这个 比如说 持缘付款的 违约 违约金是 多少 我们可以查他的判例吗 超过多少 他就 可能会认为过高 还有说 对于这种 带有一定惩罚性的 这种 违约金 是不是支持 等等 我们就要 考虑当地的 这个司法机关 如果是天津的 那就要考虑天津当地的 如果是北京的 考虑北京当地的 这个呢 是跟大家 呃 从 实物经验的角度 给大家提一个建议 就是如果说 呃 我们 呃 客户 这一类合同比较多 呃 经常要用到 或者这个 合同 非常重要 我们要想详细的 准确的去 呃 掌握 他的 为责应该怎么来 约定的话 可以参照 当地的 司法机关 尊重当地的 司法机关的 这个裁判规则 因为为什么 潜在逻辑是 一旦发生纠纷了 这个合同是要 进入到 司法程序的 进入到 司法程序 那 司法机关 对于 这一类合同 条款的 任何程度 那就很重要了 如果说我们 这个 不尊重 这个 司法裁判规则 完全凭自己主观 想定多少 定多少 那会带来 很大的问题 你比如说 约定一个 日 这个百分之一 的这个 违约金 有可能 这个违约金 算出来 比如说 是一千万 但是 当地的 司法机关 可能也就 点多也就能 支持到 这个 二百万 那这种情况下 你那八百万的 输中税 不是白交了吗 对吧 虽然是有 合同约定 但如果你 不按合同约定吧 好像有 这个 也缺乏 它足够的依据 尤其像国企 明明合同 有这个权利 那为什么 不按合同的 约定去主张呢 但是主张 有可能不得到 得不到全部的 支持 造成这种 输入费 资源的浪费 所以呢 我们在工作当中 要 精细化 还是 要不断的 去 尤其对于 长期服务的客户 我们要 尽可能的 这个 深入 要服务的 要精准 再有一个呢 涉及到合法性的问题 就是这个 定金 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 不能超过20% 这属于合法性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 举几种例子 违约责任条款 就是说应该怎么写 同样我们是针对 这不同的 违约责任形态 我们来 举例子 举例子呢 大家在时间当中啊 就是 可以来 参照 参照 然后 多重要理解 就是某一类 合同 条款 某一类违约条款 它应该怎么表述 怎么约定 像继续旅行类的 第一个例子 就是说 没有按照 约定的期限 交货的 那么 甲方有权 以防 限期交货 同时 要求 按照本合同 第几条 这个 约定 承担 预期交货的 违约责任 也就是大家看 这个 这种行星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没有 在期限 约定的期限 内交货 那就 旅行不符合 约定 对吧 属于违约了 违约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下 甲方有权要求 你限期交货 那也就是 这就是我要求 你继续旅行 同时我要求 你承担 预期交货的 违约责任 这是 一种表述 但这个 事实上 我给大家讲 就是我们再回顾一下 因为今天我们 之前我们还讲的 这个 权力义务条款 权力义务条款 大家看 这个违约责任 条款里面 是不是 有 这个 权力义务条款的内容 对吧 甲方有权 如何如何 这很显然是 这个 甲方的一个 权利 第二个例子 出租方 他没有按照 约定的期限 来向 陈柱方 交付房屋的 那陈柱方 有权要求 你在30日内 这个 有限30日内 交付 还可以约定说 这个30日 作为这个 宽限期 宽限期的 交付的 不承担为 但是 免租期 实际 交付 之 习算 租赁期 及付款 相应的 顺限 那么这个 就相当于 作为 什么呢 也是一种 继续 旅行 但是呢 陈柱方 对于这个 出租方 主张 违约 责任 在这个 程度 相对来说 就轻了一些 也就是说 比如说 约定了 今天 这个 比如说 咱们21年 9月1号 你要 交房 如果9月1号 没交房呢 也不算人家 违约 在9月30号 之前 都算 可以 只是说呢 免租期 要自实际 交付 之旗 相应的 付款期啊 什么都 顺延 一个比较 轻微的 一个 违约责任 轻微的 违约责任 但是 前面 继续旅行 也就是要求 你在30日内 继续旅行 这个是 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 潜力 也就是说 陈柱方 有权要求 你继续旅行 这属于 继续旅行 内的一个 违约条款的 实例 然后 对于采取 补救措施 类的这个 估计条款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说交付的 卖方交付的 质量不符合 约定的 有钱选择 这种方式 追究 卖方的 为责的 那么这种 就是属于 典型的 这个 采取 补救措施 类的 你是拒绝接受 全部退货 对吧 你只要不符 我一概不接受 盖不接受 再来一种呢 我要求 你在几天内 进行更换 还有呢 我也可以 但不符 我认为 我要按照 约定价格的 百分之多 我得打折 你说我得 少给你钱 都可以 这个在合同当中 可以 这个进行选择 进行约定 然后呢 诸明一个 上述选择 不影响 其他约定 就去卖方 我也承认的权利 约定 比如造成 预期了 我还得追求你的 这个预期的责任 造成损失的话 要你赔偿损失 这是属于 采取补救措施 然后包括 第四 属于这个 服务类的 你提供的服务 不符合标准 我要求你 限期改正 对吧 我也可以向 第三方 另行采购 类似服务意义替代 然后采购的 费用你的承担 造成损失 你还应该赔偿 这也属于 采取补救措施类的 结合了这个 制约 制约权的这一块 第三一种责任形态 赔偿损失类的 赔偿损失类的 一种是 赔偿损失额 再有一个 计算方法 计算方法 比如说 这个持烟交货 你遭受的实际损失 包括 这个 仓储费 人工费 闲职折旧费 利润损失 真的 你给他 约定出来 一个计算的方法 包括了 这个损失赔偿的范围 这样的话呢 在时间中 如果发生 争议的情况下 谈判不能解决 到了司法机关 那么按照这个 来主张 相对来说 你的这个 举证义务 举证的 这个难易程度 就会降低很多 就会降低很多 这是比较明确的 一种约定 那么再有一个 像这个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 就是说 租赁合同当中 说一方这个 提前解除合同的 应当提前三个月通知 并且支付 六个月 相当于六个月的 注金作为 这个 约定赔偿损失 然后注明 就是说 该六个月的注金 为双方均任何的 合理的赔偿数 这样的话呢 也意识明确 在产生纠纷的情况下 不至于为了 这个损失数额的问题 纠缠不休 纠缠不休 支付违约金内的 违约条款 大家可以看一看 支付违约金呢 一种就是说 每一种方法 每一期一天 这种合款的 多少支付违约 超过多少天 视为不能交货 还有钱解除 并按照地期 他规定说 避约你不能交货的 这个违约金不足 以弥足 损失的 还应当继续 予以赔偿 这个是 这个对于一般 违约金条款啊 可以采取这样的 一种方式 也就是你 先约定一个 计算的方法 或者说 这个标准 最后呢 注意去 也就是 违约金不足以 弥足损失的 应当继续予以赔偿 这个是相当于 留一个 留一个口 留一个什么口呢 比如说 有时候 违约金呢 可能不足以 造成的损失 在损失比较明确 也比较好计算的情况下 但这个损失呢 有可能 你也不能说 过分 第一损失了 那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呢 就为了这个 避免 尽可能的 避免产生纠纷 所以呢 就是说 只要不够 我就要求你 继续赔偿 再有 像 持延付款的 持延付款的 这种 情况 那么应当 支付 违约金 那么可以约定一个 违约金的 计算方法 这个 违约金的 实际上 就是利息嘛 利息的话 持延付款的 这种 违约者的 不应当超过 这个LPR的 四倍 这个呢 是从 实践经验来看 因为如果 超过了 四倍的话 很有可能 就会受到 挑战了 这个呢 是跟 实践 当中啊 就是 司法机构 掌握的尺度 有关系 当然各地的 尺度 也许会 不一样 但是 个人的观点 就是 怎么约定 也不应当 超过 四倍 也不应当 超过 四倍 当然 给大家 讲一个 展开的 一个问题 就是在 很多合同 当中啊 尤其在 买方市场 买方市场 的情况下 那么买方 通常的 交易地位 会比较强 交易地位 会比较高一些 他们这个 付款呢 这个 只约定了 我要给你 装饰 要给你多少钱 但是不约定 不约定 预期付款的 违约责任 这个问题 我 多次的 也讲过 包括给我的 客户 提过 建议 就是 我是建议 你要约定 预期付款的 违约责任的 但这个 违约责任 你可以 约定一个 相对来说 较低 得按照 比较低的 一个利率 来算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你不约定 在 迟约付款的 情况下 按照 法律 规定 按照 同期的 这个 LPR 来主张 违约金 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大家 应该任何 这个观点 反而一般 也都会支持 你预期付款呢 按照同期的 这个 原来按 原来是按照 这个贷款利率 现在按照 LPR来主张 违约 主张利息 我觉得 法院一般都会支持 比如你不约定 会支持 那你为什么 不约定一个 相对来说 对你 这个 更有利的一个 低一点的 这个利率呢 我认为是 可行的 甚至说 你可以再 约定一个 宽限期 这恰恰是 你优势地位的 一个体现 有的当时 哎呀 我们这么强势 这个 我是甲方 我怎么能 还能这个 给我约定 违约者的条款呢 好像 听上去 或者看上去 不舒服 但实质上 是一种保护 当然这个呢 就涨太多了 大家时间当中 可以 具体情况来 灵活掌握 违约性的 再有一个例子 就是 惩罚性的 惩罚性的 这种 违约性条款 惩罚性 违约性的条款 在法律上 要注意 不是说不允许 但是我们国家的 这个 违约性条款 还是以 补偿性为主 以惩罚性为服 所以 惩罚性 违约性条款 建议是 一定要写清楚 要写清楚 就是为什么 要惩罚 要预定 惩罚性的 违约金 这样的话呢 有助于 即使在发生 纠纷的情况下 有助于获得 司法机关的一个 支持和认可 你比如说 我们说的 本合同 货物的送货时间 对于甲方 具有 极为重要的意义 极为重要的意义 但时间中还可以 写上 你比如说 就我们说的 我买这个货物 我是为了在 10月1号 对吧 2021年 10月1号 给我一个 大小 女同志 人们叫闺蜜 对吧 当她 结婚礼物 对吧 结婚礼 或者人家婚礼 采购了这个 鲜花 婚礼都过了 你还送来 那这个很显然 没有 这个 没有旅行的意义的 合同目的 已经不能实现了 并且 会严重地影响 人家这个 结婚的 这个效果 就现场的效果 可能对 这种 精神上 还有一定的 这种损害 那这种情况下 约定这种 委约 惩罚性的 委约定 我认为是 有合理性的 有合理性的 再比如说 这个像 说 冲洗照片 对吧 用以前那种 胶底片 可能是 自己家的老人 过去的这种 生前的一些 影像资料 这些图片资料 然后去冲洗 这些时候 你给 洗坏了 把底片给毁了 那这种 对这种 违约行为 造成的损失 你能拿什么 来计算的 对吧 没法 说 一定一个 计算的方法 那这种情况下 约定一个 惩罚性的 委约金 我认为也是 合理的 也是应该的 所以呢 在约定 惩罚性 委约金的 情况下 要 一是注明一下 原因 再有一个 再有一个 后面要 注上 也就是这个 委约金 双方都 认可的 就是 横条 双方达成 一种 对吧 这个委约金 就是明确为 惩罚性的 委约金 不以 甲方的实际损失 为必要条件 加上 这一句话的话 那也就是说 即使 到了法院以后 那这是 你双方认可的 对吧 你再提出来说 你没有损失 或者说 这个委约金 远远大于你的损失 来作为抗辩 可能 得到支持的这种 概率就会小得多 那么关于这个 定金类的 定金类的 条款 大家 要注意的 就是说 一定要注意 一个是数额 关键是 要表达清楚 定金责任的 含义 也就是说 交付定金 一方不履行 合同的 这个 收定金 一方有限 没收定金 不予退还 如果收定金 一方不履行 那双倍返还 以防定金 这个是 定金责任 条款的 本质含义 一定要写清楚 再有一个就是 定金 支付的时间 一定要写清楚 因为定金 如果不实际支付 定金合同 是不成立的 如果有定金 条款 一定要把握 这 这几个点 再一个就是 20%的问题 这几个一定要 写清楚 最后一类 所谓的这个 守约方的制约权 这个呢 时间中 可能有很多 时间中 有很多 大家可以 来总结一下 看看 是不是会归为 这一类 我认为是 没有问题的 比如给大家 举点例子 叫你吃烟 支付履约保证金的 我有权 暂停 履行各项义务 也就是你不 你不交费 我就可以 暂停我所有的 这个义务 你不给钱嘛 对吧 我什么事 我都可以不干 你 吃烟 达到多少天 以上了 我就可以 这个解除活动 并且追究 你的违约责任 那这是一种典型的 这种制约权 比如你不履行 我就不履行 对吧 我可以暂停履行 这是一种 对违约方的一种 制约 或者说抗辩 再比如 就是说开发票的 问题 对吧 这个 你如果没有开票 我就 你要提前个话 不开票 我就付款 续签我顺严 对吧 顺严 并且不视为 无方违约 由此产生者的 你承担 并且你还不能 以我为付款 而拒绝履行 活动义务 这样的条款 从这个 周篇和旧地的功能来讲 跟违约条款 是一样的 所以 我还给他 仍然给他归结到 这个 违约条款里头来 在时间当中 这样的条款 实际上 活动条款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呢 要在讲的时候 我想总得 给他起一个名字 或者给他归为一类 这样归为到 守约方的制约权类 大家呢 在 工作当中 实务当中 可以来 参照 来这个 展开 来举一反判 好 下面我们开始 讲 建议条款 在讲 建议条款之前呢 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在前面我们讲的 主要是 合同的 主体 标的 质量 权利义务 违约 等等这样的一些条款 那么后面我们要讲的 这些建议条款呢 签署啊 效力啊 附件这些条款呢 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它称之为 这种 叫程序性条款 也可以说是 辅助性条款 这一条款呢 通常它跟 合同的标的 没有 直接的关系 但是这一条款 会影响到 合同的整体效率 或者影响到 合同的这个 操作性 这一条款 所以我们在时间当中 也应当引起重视 它虽然不与标的 直接相关 但是呢 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而是经常会用到的 作为一份完整的合同 这些条款 也是必要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把常用的一些 这样的程序条款 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首先我们来讲 建议条款 建议条款呢 我们讲两个方面 一是建议条款的 审查要点 二呢 是建议条款的 示范条款 首先我们来看 建议条款的 审查要点 建议条款 又称为 叙述性条款 是指 合同当事人 对于合同的背景 合同的目的 等进行叙述 和说明 这样的一些条款 这个条款的位置 一般是位于 合同的主体条款之后 合同的证文之前 也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 最简单的 就是说 假议双方 根据什么什么 这个规定 然后呢 就什么什么 事宜经协商 一直达成 一致条款 这样的就是一个 最简单的 这种 建议条款 那我们从专业的角度呢 我们还是要 再进一步的 来分析一下 就是 建议条款 应当怎么来审 怎么来写 那么在审查和 起草 建议条款之前 我们要了解的 这个建议条款的 这个几个要点 一个呢 是它一般不涉及 当事人的权利 义务和责任 第二个要注意的 就是说 我们要区分 建议条款的类型 以及作用 通常来讲呢 我们把建议条款 会分为三个类型 一种是目的性的 也就是说 概括说明 合同的目的 也就是双方当成 究竟是想 干什么 就通过这个合同 实现怎么样的 一个目的 这样的一些类型 后面呢 我们也会举到例子 而第二一类呢 是属于标的型的 也就是合同的 当事人 对合同的标的 在建议条款部分 进行一个 简要的 一个描述 以明确 当事人在 这份合同当中 他的 合同的标的 究竟是什么 或者他标的物 是什么 第三一类呢 是常见的 也是 叫背景型的 也就是建议条款部分 是介绍这份合同 签署的背景 是在什么样的 一个背景 和条件下 签的这份合同 一般的 分为这么三类 在这个 建议条款的 审查要点 主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要根据 建议条款 在 待审合同当中 他的这个 目的 和他的类型 就是我们把 他的目的 要明确 就是他的作用 这份合同当中的 建议条款 他是想 表述合同的目的 还是描述合同的标的 还是描述合同的背景 要把这个明确 第二个要点呢 就是要 提纲写领 就不需要这个 展开的特别的多 就把要点 把他的这个 纲领 写出来就可以了 第三个要点呢 就是说要 我们要审查的时候 在 建议条款部分 叫语言要简练 不要过于冗长 建议条款 有一些 我们看到的 建议条款 一写 写好几篇 这个实际上是 没有必要的 以通常来讲 没有必要 简单的 把他的这个 建议条款 写出来 就可以了 或者给他 改过来就可以 建议条款的 重要性呢 正好我们前一段 办了一个案子 跟大家做一个 沟通 这个案子呢 是我们的客户啊 在几年前 在几年前呢 他们有一个 租赁的纠纷 租赁的纠纷 当时呢 经过了法院的判决 他们是出租方 然后呢 其中一项涉及的 就是 陈住人要腾房 但是当时 这个陈住人呢 没有 居住的地方 所以法院呢 就让 我们的这个客户 在外面 租了一个房子 就是 租了 一个 可以短期居住的房子 然后呢 就把这个 强制衡房 就算执行完毕了 在租这个房子的 周转房子的时候 我们那个客户啊 当时跟房主 跟房主呢 就签了一份 租赁合同 这份租赁合同 就写得 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 甲义双双 这个经协商一致 签署本合同 然后合同的期限呢 是半年 是六个月 然后呢 就衡完房 衡完房以后 钱也 六个月的钱也交了 但是 在 今年 这个房主 就把我们的客户 给起诉了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说是 这个当时 居住 就是说 这个在 租赁案件当中 被强制执行的 这个人 在六个月 期满以后 并没有 搬离 仍然还在 那个地方居住 然后 这个房主呢 就把我们客户 起诉要求 你得把 这两年的租金 也还得进行支付 然后这个案子 当中 这个 正在审理 结果呢 现在还 我们 不要心意地去 说去评判 那我想 用这个案子 来给大家 讲明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 在当时 在租赁当时 就在 鉴于 条款当中 写明了 就是说 我们租这个 房子 是为了 执行 为了 强制执行 那么根据 这个 法律的规定 还有这个 法院的 要求 那么我们 就只是 租半年 期满以后 这个 我们就不再租了 然后由这个 房主 自行去解决 如果把 这个背景 或者这个 目的 在 鉴于 条款当中 做一个表述的话 那么在 现在这个 案件当中 来进行 抗辩 应该就会 有利的多 否则的话呢 这个 房主 人家说了 这个 虽然没有签 合同 但是 这个实际的 这个 居住人 仍然在租赁 仍然在 承租这个房子 那可以视为 不定期租赁 那法院呢 对这个观点 也觉得有道理 然后我们 现在来抗辩呢 就说 我们就是为了 这个当时 短期的一个周转 就是为了 强制执行 根本没有说 要继续租赁的 意思表示 这个 合同 起码以后 我们没有付款的责任 但目前 这个案子呢 也还没有最终的 一个判决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如果当时 他们在签这个 租赁合同的时候 把这个目的 和背景写清楚 可能现在抗辩起来 就要好得 好得多 好得多 也就起码说 我们有明文的 有明确的 这个合同的约定 也就是你作为 层住 你是明知道 这个房子 只是租半年 半年之后 我们肯定就不会再租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在合同欺满以后 半年的欺满以后 房主没有及时去清理 清退 现在来找我们的客户 要租金 很显然 依据就不太充分 可能抗辩就更为有利一些 通过这个案件呢 可以给大家就是 引起注意的就是 在合同当中 把鉴于条款用好了 实际上是对于 后续的风险防范 以及争议的解决 具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的 所以我们在时间当中 不要小看这个鉴于条款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 鉴于条款实际上是可以 做很多的这个用处的 你比如说 我们一边讲这个 势力也一边讲它的作用 你比如说 我们在第一类 就是这个鉴于条款 就是我们根据这个 根据刚才这个案件 给大家作为一个示范 一个鉴于甲方 这边有陈住人 是什么什么房屋的产权人 乙方呢 假定是我们的这个客户 因为以第三方的 一个强制腾胖纠纷 那根据法院的要求 需要提供腾胖条件 因此我们来 这个租这个房子 这个就是典型的 一个这个叫 背景性的 但这里边呢 也加 也实际上参加了 一定的这个 合同的目的 但更多我认为 应该是背景 也就是说 充分地在这一个 建议部分 把 乙方 签订这个 合同的背景 或者它的目的 给它明确说 就是因为 以第三方的腾胖纠纷 根据法院的要求 要提供腾胖条件 才会来 租这个房子 那么很显然 意味着 甲方 也是明知道这个背景的 这样一来 那么对于整个 合同关系的 这个 存续的时间 以及后续 出现纠纷和处理 那么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 一个铺垫 再看我们第二类 第二一类呢 属于这个 目的型的 目的型的 这个 建议条款 实际上 就我们刚才介绍到了 就是为了 在 这一部分 把合同的目的 明确出来 明确出来 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知道就是 在合同的解除条件里边 就 一方违约导致 合同目的 不能实现 那么可以 另一方可以 解除合同 经常我们 碰到的问题是 在实践当中 究竟合同 目的是什么 存在争议 对吧 合同目的 能不能实现的前提 是 首先就要认定 合同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才能够判断 这个目的 是不是 已经不能实现 在这种时候 那么建议条款 就会发挥 很好的一个作用 也就建议条款 已经明确了 这个合同的目的是什么 这样就审讯了 一旦发生纠纷的情况下 双方对于合同的目的 还会争执不休 这是它的一个 潜在的 也就是 未来可能会用 会用到的 会发挥作用的一个地方 那么对于这一类的表述 大家可以参考 这个表述呢 是关于买学习房的 买学习房的 这个建议条款里边 这个第一条 实际上是描述了 什么呢 描述了这个 标的 的基本情况 对吧 这个 甲方是某某房子的 这个产权人 然后呢 同意出售该房屋 并且说明了 这个房屋属于老旧房屋 由于小区的 同意改造 没有完成 屋内的下水管道 存在秀实情况 无法正常使用 这个呢 是关于 这个合同标的 也就是房子本身的 它的坐落 位置 它的全属 尤其是这个房子 它是一个二手房 是一个老房子 屋里的水管 下水管 不能正常使用 这个是一个披露 对于合同标的 一个披露 它有什么作用呢 后面你比如说 如果说这个买房 买完房子 又提出来了 说你们卖的房子 我不能正常使用 因为你的下水管 这个 秀实了 然后无法下水 或者漏水 如果以这个理由来 要求承担委员责任 是不是是没有 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它本身 就是一个老房子 但是呢 如果合同当中 没有披露这个问题 当卖方 当买方提出来了以后 合同的时间当中 还真有可能 会让这个卖方 承担一定的责任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建议条款当中 已经把这个 这个问题 把这个老房子的现状 明确地披露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买方 在事后再想提 以下水管不能正常使用 而向卖方提出主张 显然就不会得到支持 就是这个建议条款当中 第一 它是关于这个标的的 关于标的的一个表述 那么第二个就是 说乙方为了孩子上学落户 自愿按照本合同 约定购买该房屋 也就是说 这个明确了乙方的目的 就是为了 这个 他的孩子去落户 为了上这个 特定的学校 因为他是购买的是学区房 这是他的合同目的 那么假如说 假如说 在签署合同以后 发现这个房子 根本就落不了户 或者他落了户 上不了这个学校 这种情况下 那么乙方 就有可能会据此来提出来 提出主张 说因为你的房子 无法落户 所以导致我的合同目的实现 是因为你没有批误 或者因为什么各种原因也好 这样的话呢 他提出这个主张 比如是要求解除合同 或者要求承担委员 还是怎么样的 他就会有一个 这个 依据 也就是他的合同目的 孩子上学落户的这个目的 实现不了了 这是属于目的性的 一个鉴于条款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 是典型的 背景型的 这种鉴于条款 也就什么什么事 假如双方一某年某月某日 签署了什么什么合同 也就是原合同 因为什么条件 或者因为什么原因 然后双方协商一致 签署本补充协议 这个是在签署 补充协议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的一个 标准化的一个表述 这个表述 它是什么呢 就是在介绍 补充协议的签署的背景 它签署的一个背景 原来双方就某个事 签署了一份合同 然后呢 因为什么客观条件变化了 然后所以双方才签了 这个补充协议 这样的话呢 人家一看就能知道 这个补充协议 它签署的背景是什么 说到这儿的时候 再给大家就是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我们的有些客户 他们这个表述 他们这个表述不太严谨 可能跟金曼仁 他非专业人士有关系 他就会写什么呢 说根据 假意双方 这个签署的 合同 然后双方 这个协商补充 约定如下 类似于这种表述 实际上就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这个根据 双方签订的 合同 这个是 如果双方 尤其只有一份 合同 可能还好 也就是说能够 起码能够证实 能够还原 双方就是 签署的某某某合同 而如果说双方之间 存在着多份合同 那么这个表述 就有重大的问题 就属于这个叫 表述不清 指代不明 所以对于这种问题 我们在修改的时候 在审查的时候 就一定要写清楚 是双方 某年某月某日签署 什么什么合同 如果这个合同 是有唯一的编号的 最好是把这个编号 也得写上 这样的话 就能够清洗地锁定 原合同是哪一份合同 那么这个补充协议 是针对特定的原合同 而签署的 这次给大家稍微展开 也就是再写 这个背景的 一定把背景情况 不要莫得两可的 一定要准确 一定要明确 这是关于建议条款 那么就给大家讲到这 在实践当中 我们如果说 这个合同当中 有建议条款 我们分析一下 它是哪个类型 这些类型呢 不一定说 建议条款只能是一种类型 或说这个建议条款 只能是写目的 或只能写背景 只能写标的 并不是如此 根据需要 可以是一个 类型 也可以是多个类型 因为建议条款 你可以是一条两条 三条都可以 但是呢 我们目的是把这个 双方签署合同之间认为有必要 明确的一些这个事项 然后给它明确下来 减要 但是呢 必须要明确 大家可以在改的时候 给它分分类 然后呢 做相应的修改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也可以给它增加进去 咱们的律师呢 可以跟金曼人 进行了解 进行沟通 了解他们为什么 签这个合同 是想干什么等等 了解这个背景以后 有必要 在合同条款当中 可能 没有合适的地方 来表述的 那么就在建议条款当中 把这些事项 给它明确下来 就可以了